大不扭共識啦 只是我有交代他們還有些要注意 因為路線要改變這我同意 但是這個就涉及 如果路線改變不走台鐵的原來的路線的話 那就涉及國土規劃 所以你不要為了開工而開工 而且這個跨線制 因為如果讓基隆 新北跟台北各自去表示的話會出問題 所以一定要在行政院要成立專案辦公室 把這個基隆合股的國土規劃重新拿出來施打 你現在這個基隆競運 捷運 你知道齁 往西走 你知道齁 目前跟溫如線那個交叉點 那個車站距離280公尺 所以這280公尺轉運效果很差 所以一定要到東環才會接上我們的捷運線 所以我特別要求捷運站的設計要做到像中校新生站這樣 我都最理想的是像那個 中盛紀念堂站或者是那個東門站 就是那個車站的轉接要非常方便 其實我非常清楚啦 捷運那一段470公尺做不起來 我們在這2年當中 你知道 業縣附加已經上漲16%了 所以這個 錢很多啦 所以說這國家資源的分配還是要注意 所以如果要做一定要算那個財務的可償性到底多少 要精確計算 我跟他講 我說目前我看起來巴土到基隆那一段你知道嗎 那台鐵是沒辦法廢掉的 基本上基隆港還在嘛 他還是要保留那個貨運的功能 所以巴土到基隆這一段 台鐵是不能廢的 在這個情形下 後面要怎麼設計再討論 我問你們就講實況啦 不要給人民不切實際的期望 Of course 政治還是要學習還是要經驗 因為很多歸首一個8萬人的團體 你要熟悉 要花很長的時間 今天是一個多幾個的項目 還是要學習是比亞庭的 你還未能是我做的 你還沒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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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還沒什麼